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在忙什么呢 做什么呢 我在做烧鸟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会吃到的一道 今天必须要点到的这道菜 这是我们店的壁尺榜之一 烧鸟 它是个怎么样的制作工艺和技巧呢 这个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我们用的是备长炭去烧 备长炭 备长炭 对 去烧这个天然的食材 然后呢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什么呢 我们只会用喜马拉雅盐盐 这个 这个盐盐去烹制它 所以说这个食材的软味是比较足的 你看这个盐特别漂亮啊 这个像这个粉色的宝石一样 那么这个盐除了长得好看之外 它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口感和特色吗 它不光是好看 很好吃 并且它这个盐呢不只是有香味 它还有淡淡的优香跟甜味 所以当这个撒在我们刚刚看到那道日式炭烤烧鸟上面 就能有那种提鲜掉味不一样的滋味 没错 你刚刚说到这个备长炭 这个炭和普通炭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个炭就不一样了 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温度极高 它不起烟 极具容易锁住这个食材的那个鲜味 这种形成就是外焦理论 它也有讲究 所以我就更加期待这道日式烧鸟了 所以您先忙 我就去坐着等候 好 森田的烧鸟采用新鲜上等食材 有鸡翅 鸡腿肉 鸡肉丸 鸡蒸 青辣椒 香菇等荤素搭配 加上好炭好盐 那股抵挡不住的香味太诱人了 赶紧吃起来 闻起来是香香的 嗯 有嚼劲弹牙 表面呢 裹了一层甜甜的酱 也可能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海盐 提鲜 提鲜 调味 增甜的这个作用 所以这样的一种手法和口感 是只有在增甜才能吃到的哦 再尝一下他们家这个鸡腿肉 肉虽然切得厚但是一点都不柴也不干 边吃边有那种油滋滋的感觉冒出来 海盐的味道配上这样的绵食的肉感 让你的牙齿有种柴血的感觉 好吃 好吃 当然我们吃了一个日食烧鸟开胃之后呢 咱们要开始吃更加美味的 登登登 我面前这个金木雕 日料中刺身是必不可少的明星产品 而今天老板给我们强烈推荐的海钓刺身金木雕 从外形上来说就已经让我们惊呆了 只能用一个美字来形容它 金木雕生活在海平面200米以下的深海 以色泽艳红味道鲜美而著称 它的油脂含量适中肉脂细腻 是做刺身的上好食材 吃上一口舌尖仿佛感受了来自海洋的美妙 今天娜娜真是太有口福了 鸡皮感极强 会有明显的那种咬合感 因为它的肉还是很有韧劲的 并且呢它的肉会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这是完全能构置盖出本身味道很浓的酱油和山葵根的 你甚至能够想象这样一条金木雕 在你唇齿之间游动的感觉 真的是自如鲜美鲜甜 金木雕的吃法呢绝不止两种 不止厚切和薄切 它还有什么 还有可以入汤 好食材无论是什么吃法都会让您停不下来 金木雕的鱼头放入日式泡菜锅里和各种食蔬一起煮 那味道也很上头哦 店内的松母锅蒸海鲜也让我们眼前一亮 鲍鱼个头可不小 关键是鲜活鲜活的 蒸上八分钟就可以到嘴里了 想想都激动啊 口感嫩滑 就像是吃鸡蛋羹一样 丝毫不会觉得它的整个口感会有任何的木讷啊 或者说老 就是很很顺滑的感觉 而且咬下去的那一瞬间就是你的牙齿咬和咔嚓一声啊 那种韧劲 那种厚度 那种质感 就完全能在你的唇指之间能够被感觉到 能够被感知到 诶 好像忘了啥 没错 来森田怎么能不吃这儿的寿司呢 这款芒果大虾寿司 是店里啊 点单率极高的一款 它采用纯进口的日本大米 米饭细腻却饱有弹性 清爽中蕴含着特别精彩的细节 吃完后真的让人不自觉的回味 让味蕾明白什么是真正纯正高级的寿司 即使我咬了一半 它整个寿司面还是很粘粘的 不会掉 它不会发散 因此呢就特别适合用来做这个寿司 口感上呢也是刚刚好的 然后呢这一口台芒炸虾寿司吃下去之后呢 既有芒果的清甜清香 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油腻 炸口啊 整个口感还是非常好的 当然看到这里呢有很多小伙伴想像我一样 来品尝一下森田的精致料理 那么在哪里呢 地址您听好咯 就在红补滩世贸APM二楼 森田精致料理 在这里等你哦 我包吃饱了吗 吃饱了 那是那子不懂 服务员姐姐 你好 你好 我要一个打包盒 请稍等 来 给您打包盒 是 谢谢 呀 呀 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家香港人开的港式茶餐厅果然正宗 那味道究竟如何呢 听听我们美食特工怎么说吧 现在呢在我们面前就是一桌地道的港式风味菜肴了 俗话说啊这个饭前一口汤肠胃不受伤 我们要先来喝一道这个养生汤品 喝起来 这道虫草花红枣炖瘦肉 正可谓汤如其名 营养能量的瘦肉 不寒不燥的虫草花 美容养颜的红枣 清肠进补的蜜汤 这样的养生汤品真的是老少皆宜 既营养又美味 冬天的时候喝上这么一碗养生汤品应该是很舒服的 润心润肺 而且暖心暖胃啊 那接下来这道菜呢 可以说是我垂涎已久 就是挂在这个窗口来到港式茶餐厅就餐必点的深井烧鹅 深井 位于香港新界全湾的西北部 其出产的烧鹅在香港十分知名 也是广东省的传统民谣 外皮酥脆 口感美味 配上秘制酱料 堪称味蕾盛宴 每一口都是又香又甜 这一款特别对我的胃口 而且我觉得还是蛮正宗的 因为我之前去香港吃过正宗的深井烧鹅 所以这个味道基本上非常契合 地道 南昌算是比较好的吧 就比较地道的 味道香啊 皮脆肉嫩的 它就是传说中的面包咖喱牛津兰 咖喱常用于与肉类混合烹饪 有去腥 调味 助消化等功效 这道面包咖喱牛津兰 用料丰富 多汁多肉 可谓物美价延 这档红米鲜虾脆皮肠 我就独享咯 别别别别 独乐乐不如中乐乐 这个我们还是共享 我们还是共享 好吧 说到诗你就已经不行了 来 红米酱包裹着炸酥的脆皮 和新鲜的虾肉 这道菜实在是听起来就让人垂涎欲滴 咬一口更是美到停不下来 真的耶 很大一个虾仁在里边 对 看看 虾仁已经完全地点充了内部 里面是塞满了特别 各头特别大的 特别Q弹的鲜虾 这种口感还是那种 一重接着一重的惊喜 完全不间断的那种 好吃 哎呀 吃了好多好满足啊 但是看到呀 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像我这样风华正茂 健壮扎实的小伙子 还是得整点硬材 来点主食 主食是吧 我当然给你准备好了 来 上宝仔饭 正宗的广式辣味煲仔饭 尝一尝 不愧是美食特工啊 什么都有啊 尝一尝 这个香肠 跟我在南昌吃过的 很多都不一样 那当然不一样 这个是正宗的广式香肠 然后这个米 是这个泰国的香米 您在点的是 煲仔饭 因为以前在广东 也待过几年 那边可是经常吃的 然后上次也是 跟我朋友一起 我们两个来吃 真的 然后我就说 以后我会经常过来的 这是第二次吃 上次第一次吃蛮好的 所以我们又再来了 哇 所以说是这个回头做了 今天呢 在港制茶餐厅 是体会到了 地地道道的香港风味 虽然这个地不地道啊 咱俩说了不算 但是看看我这满足的大肚皮 观众朋友们自然就懂了 您还在南昌苦苦追寻 这个地道的港制茶餐厅吗 您还在犹豫今天晚上去哪儿吃吗 别再犹豫 铜龙湾广场 五楼港制茶餐厅 地道港制吃不进 香辣干菜 咱也有